欢迎您收听有声小说《王牌进化》 作者 玄土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 本集播音 无天 未影 第195集 6号 见了方林出来 远远地点头一笑 便拿出电话讲了几句 很快地就驶来了一辆黑色的商务房车 请方林上去 方林乃是谨慎之人 用探测器先扫描过了一遍之后 确认周围没有有敌意的人出现 这才啊 坦然上车 6号呢 直接礼貌地说道 总裁在飞机上醒来之后 听说您来过电话 当即吩咐我们要在第一时间找到方先生 看看有什么能够为您效劳的 方林呢 想了想说道 你们是什么时候接到的命令 一个小时之前 6号哪怕是坐着 这身体挺得还是笔直的说道 方林随手从商务车自带的冰柜里拿出了一瓶果汁 喝了一口 祈祷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 6号啊 想了一想说道 总裁说 您有百分之七十的可能在这个酒吧里 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可能是在和本市警局胡局长的女儿在一起 只有百分之五的可能在学校 当然 这三个地方都有我们的眼线 方林无奈地摇头苦笑道 现在能联系到他吗 6号点点头说道 可以 车上有卫星越洋电话 说着 店帮方林接通 然后很有礼貌地将车里的隔断声了起来 自己也退了出去 喂 隔了空气和听筒的震荡 林大美女的声音里少了几分清朗 多了几分慵懒与妩媚 令人无由地联想到了红酒 豪华的卧室 还有纯种的名贵波斯猫 是我 方林有些没好气地说道 难道算到了 我要找你谈论人性的最高妙 所以一回到现实空间 就急急上飞机跑了 林音秀轻声地笑了起来 说道 你倒是半点都不拐弯抹角 若是换了个人 一定是耳光赏你 怎么 刚刚从你的玩具的床上爬起来 是 我总得松弛一下 不过 我想你应该是遇到麻烦了吧 方林直接了当地说道 有一点 林大美女的声音 依旧是轻松 但方林却知道 这个麻烦 绝对不能够用一点来形容的 可能是我最近太疏忽了 公司的上市股票正在被人恶意收购中 估计是那几个蠢蠢欲动的大股东 趁我来中国的时候 不甘寂寞 想要发难了 你打算怎么做 方林想了想 问道 我当然是要回去主持事务 嗯 说了你大概也听不明白 我得挂了 林盈秀的声音里流露出了一丝疲惫 方林忽然间反问她说道 你心中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林盈秀忽然间一震 她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人 马上就把握到了方林的言外之意 但是她还是情不自禁地回答了出来 让妈妈火转来 方林步步紧逼地说道 你的跨国公司的规模再大 钱赚的再多 能对你妈妈火转过来 有所帮助吗 电话那端沉默良久 忽然间听得林大美女疲乏地叹了口气说道 你说得对 方林随后从容地说道 其实我不大懂商业 但是人性还是了解一些的 你说的那些恶意收购的股东 有没有可能料到 你会返卖手上的股份呢 如果你卖掉股份 结果会怎么样呢 林隐秀忽然间就震住了 在电话那端她鼓笑着说道 在你说时这话以前 我都没有料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方林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说道 人的胃口若是太大 下场就是被撑死 OK 我回去睡觉了 祝你好运 林大美女的声音里多出了几分轻快来 她说道 好运 Peace bye 没想到 没可能懂这回事的人随便一句话 居然会是最恐怖的建议 方林在当天的国际新闻当中就看到了一则很是不起眼的消息 歪国的两名著名银行家 因为股市被重挫 导致资金链断裂而吞枪自杀了 随后她淡淡地发表了一句议论 现实世界和梦魇世界一样的残酷 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披上了一层文明的外衣 但是却更加可怕 这一次的结果 使得林银秀的持有股份居然是不降反增 方林虽然只是给出了一个基本的思路 但是他乃是何等人物 立即组织身边的智囊团 走出了这一步看似是行险的一招 并且被方林解开了心结以后 抱的是胜一则欣然 败一则可喜的念头 身上所背负的压力几乎是荡然无存 于是很巧妙地利用敌人绝对意料不到的死角 来了一个一举反胜 当然 他胜了 对于对手 那么下场就只能是死了 习惯了奢华的人 一旦是一无所有 确实 他们要比死还要难受 经过了这次事件以后 林英秀在集团当中的势力是更加的盘根错节 根深蒂固 纵然还有人有野心吧 短期之内也绝对没有足够的实力来付诸行动了 此事了结之后不久 见到集团内的格局已经基本上稳定下来 他便悄然地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返回了中国 这一次是秘密出行 而林英秀速日里的形势又很低调 完全避过了那些狗仔队或者是记者的耳目 等到了C国的境内 有他父亲的帮助 那更加是万无一失 忍见得回归梦魇空间的时间即将来临 于是方林也就趁机打算继续花费一点积分 锻炼一下强力磨灭术的熟练度 偏偏这一天 老吃客火锅城的老板娘又亲自来找他 说是方林留下调配的火锅底料 已经用光了 生意呢立刻就急速地下滑 直接将方林的耳朵揪拧着抓到了铺子上去 方林苦着个脸 学学地呼着疼 他是拿这位可亲的老板娘那是没有半点法子 也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开工帮忙了 等到一切弄好之后 方林整整调配出了五大盆子的火锅底料出来 这才愁眉苦脸地重新获得了自由 不过他目前拿着好几千块的月薪 干的事其实却是少得可怜 就连店门呢都难得进来一次 要做的就是定期来调几锅子火锅调料而已 当然他是理亏之下不敢出声了 说来呢 方林其实是一个很好欺负的人 唯一不同的是 能欺负他的人都是他最可亲的身边人 方林又在外面帮忙打理了一会儿 看看生意再次兴容火爆上了正轨 于是便做出了哈卡连天的模样 当然他是不敢去找黑胖的泼辣老板娘弟 只能是给领办打了一招呼 说是自己要去睡觉了 于是便偷溜向了后面 领办的吴大姐可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正如这方林拿着老板娘没办法是一样的 所以连换之下哪里能够叫得住人呢 回归梦魇空间之后 方林先是回到了自己私人的空间里 一进去就听到了呼噜呼噜的震天憨声 仔细一看呢 那肥仔也不知道从哪里寻来了大量的棉花 直接堆在自己的套间里 摸着肚子睡得那是一个香甜无比啊 口水都牵线流到地上了 而工匠妇的套间里呢 却传出了十分奇怪的脆响声 像是许多瓶子罐子在不停的碰响着 而且好像还有着汤水被煮沸的咕噜声 喂过多久啊 声音便停止了 就看到工匠妇兴高采烈的走出来 手里提了一个真皮的香包 穿了一身西装革履 戴着一副巨大的墨镜 咱值得一提的是 那西装出奇的不合他的身 连个领带都是直接拴了一死结挂上的 看上去本来就很淫荡的样子 那更加猥琐了 方林这心中一动 只觉得这身打扮呢 那是极其的熟悉 但是一时之间又忘记 这在哪儿见过呀 而工匠赴此时 很是小心地给他行过礼之后 得兴高采烈地向着外面走去了 方林看到这个猥琐 见人的诡异行动 那自然是心中好奇 他咳嗽了一声 便假意坐在外面的客厅里 闭目养神 似是已经神游天外了 眼见得工匠傅打开门 鬼鬼祟祟走了出去 于是便捏手捏脚地跟随其后 却是见这死 刚走出不远 就被一群轮回者给围上 周围的声音乱糟糟的嘈杂无比 也听不清楚声音 工匠赴这时候 昂着个头 鼻子里哼着那十八摸之类的东西 根本就不理这些人 将脑袋一昂 找到一地方坐下来 从空间里扯出两根破竹杆来 各条起一块破烂的布 每片长布条上都歪歪牛牛 写了一排字 方林远远的仔细辨认了老半天 居然很是工整对账 这才发觉上面写的是 祖传秘方偏方 包治百病 百治百灵 独家灵药妙药 同手无欺 无虚无假 然后又在自己面前摆出了一张 柔的皱巴巴的红布 上面还拿着歪心扭巴的毛笔字写了一些什么东西 大概是在宣传什么疗效啊什么的 总之吧 只怕除了工匠父自己之外 就应该没有人能够看得懂了 然后呢 在红布上面摆出的东西 却是令得方林是跌破了眼镜 他眼珠子都差点夺眶而出 这东西竟然是一瓶瓶红光闪耀的透明药物 看外观 竟然同梦眼空间当中官方出售的那种恢复体力的药剂是一模一样 当然 后者的出售价格高达两千积分 并且喝下一瓶以后 必须等待整整五分钟之后才能喝第二瓶 很快的 工匠父摆出来的那十来瓶药物 很快就被所有人陆陆续续的买走了 看样子这生意那是相当的兴隆啊 工匠父看看剩余下来的最后几瓶药物 惬意的打了一个哈欠 看样子是想着很快就打算收摊走人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间有人从旁边冲出来 那是破口大骂 我靠 这药的药是药 他妈的根本就忽悠人啊 上面明明写着 明明白白的什么 恢复一百八十年体力值 我他妈的才恢复了三十年 这假药啊你这是 骂了个八字 害得老子输了赌赛 赔了五千积分的 跟我说吧 要不来老子拆了你这假药招牌 工匠父呢也不理他 反正空间当中是安全区 绝对没可能伤人的 哎呀 翻了一番白眼 笑着老鼠 胡须快意无比的轻点着积分呢 只不过被这一闹啊 本来想买的几个人 顿时又退缩了 方黎实在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 挤上去一看那个药物的属性 立即又是好奇又是好笑 不稳定化合药剂 药物品质下等 使用之后可以恢复一至一百八十点体力值 使用冷却时间三十秒 本类药物不与空间当中出售的药物 共用冷却时间 售价为三百二十二点积分 解决还价 但是绝对值得一提的是 那个说明当中将这一百八十点体力值 这几个字弄的是奇大呀 而前面这个一至则是十分的小 那当真就是贱人本色呀 不过这个药物价格便宜 冷却时间又齐低 尤其是逆天的 竟然不与空间当中出售药物的冷却时间相冲突 若是人品真的很好 其实花三百二十二点积分那是相当划算的 甚至可以说那是相当便宜 当然您这前提还得强调一下 那是您的人品得好 这时候圈外里忽然间走出一个红光满面的大汉 十分臭屁 百分嚣张 千分得意 没被色舞的大笑着说道 嘿 老板 再给我来三瓶 好东西啊 这里有一千几分 不用找了 这大汉 不是老胡是谁呀 他此时貌似和工匠副装作不认识 两个人正在交割的时候 出来搅局那家伙恍然大悟的冲上来说道 来一伙 原来你看妈的和这小子是一伙的啊 卑鄙 无耻 下流 老子当初怎么没发现你是这么一个下作的东西啊 老胡 鄙夷的望了他一眼 淡淡的说道 闻你奶奶的 狗蛋 你输不起是不是啊 说好了五千几分在PK场里打一举 愿赌服输 放个屁呀你 你他妈的 你他妈的才是狗蛋的啊 老子是暴哥 那脚事的家伙气得浑身颤抖着说道 还敢说你们两个没有猫腻啊 凭啥你喝这个假药就次次加一百多 老子一共喝了五瓶 最多的一次还加了二十多点体力值 妈的 妈的 上次还有脸虚 脸虚两次才加一点的 你他妈知道啥叫人品 懂不懂 老子人品好 知道吧 老胡说到这儿 洋洋得意的说道 你丫头坏事做绝 头顶生疮脚底流浓 老天爷也看不过眼 您看了吗 人家这药棗就写明白了 是不稳定化合药剂 使用之后可以恢复 一至一百八十点体力值 是一至一百八十点 你实说不啊 不知道什么是不稳定啊 傻逼 那豹哥呀 连冤带损 那只气得 蹊跷生烟 浑身发抖 口不择言地说道 你的娘逼的 你肯定吃的是空间卖的特效药物 老胡一听 讥讽着说道 和你打 我一共吃了三次药 耗时十五分钟 空间里冷却时间为五分钟 恢复一百点体力值的药物足足 卖四千五百点积分一瓶 我未赢你这五千积分 吃一万三千五的药 闻你奶奶的 滚 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不识数啊 说你小子不识数 还怎么不承认 滚 鲍哥这脑子 有点转不过弯儿来了 一时之间张口结舌 说不出话来 方林确实知道 他们中间这猫腻儿到底是什么了 老胡肯定喝的不是这东西 铁定吃的是自己切割出来的恢复性食物 不过若说这坏事做绝 头顶身窗脚底流浓 那还有谁能超过工匠负物啊 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输地 输注 赞 订阅 转发 输地